劣罪图鉴的大结局终于来了 沈亿偷偷拿起一枚国际象棋 然后在棋子上缠绕一层透明胶带 这样在和陈州对局象棋时 沈亿便能采集到对方的指纹 因为在这之前沈亿就发现 黑衣女人听到过的犯罪组织老大的声音 就是同城公司陈州的宣讲视频 也就是说 陈州就是代号为问号的幕后老大 不仅如此 沈亿经过调查还发现 陈州在高中时创办过一个论坛 这个论坛缔造了陈州的校园神话 后来陈州又以此为模板 开发了一款社交软件邻近 用户可以免费分享到 周围所有单身女性的住址和信息 可陈州却利用这个软件 打造了庞大的人口贩卖网络 现在陈州又想通过即将上市的银银系统 控制800万北疆市民的隐私 为了找到陈州的犯罪证据 警方缤分三路展开了行动 网安的同事通过技术手段 分析陈州藏力核心机密的设备 最终确定嫌疑主机就藏在陈州的办公室 进入失败超过三次 主机内的数据就会进入不可逆的自毁 而唯一的控制端 就是陈州随身携带的手机 因此想要挖出陈州的犯罪证据 简直比登天还要难 但沈亿却说自己有办法 他将采集到的指纹交给了程队 警方迅速中断了同城公司的通讯信号 防止有人向陈州通风报信 接着程队带人搜查陈州办公室 但留给警方的时间只有五分钟 因为同城公司有针对信号阻断的预案 一旦陈州收到信息 便会通过手机控制端 转移或者销回主机中的证据 关键时刻 程队注意到了一座奖杯 他见证了陈州最值得炫耀的大学时代 鉴于陈州是一个极端自负的人 程队推断机关就藏在这里 果不其然一扇门缓缓打开 里面密密麻麻堆满了古董电脑 警方从其中找到了嫌疑主机 并查到了陈州拐卖人口 篡改物证 栽赃警察以及杀人的犯罪证据 那么问题来了 警方又是如何知道主机的密码呢 其实这一切 要从那场国际象棋的对局说起 审议的目的就是为了挑衅陈州 让他意识到警方要对他的主机下手 于是陈州开始感到不安 接着沈亿故意出现在发布会上 继续强化要盗取密码的动作 结果促使陈州通过手机远程更改密码 而为了确保陈州新设的密码 是警方想要植入给陈州的字符传 沈亿对他进行了恰到好处的心理暗示 他将陈州创建的第一个论坛的网址打碎 安插在陈州去发布会现场的沿途各处 通过这样的顽形心理 这些碎片化的字符 被陈州自动脑补成最熟悉的排列方式 而沈亿特意穿了红色衣服坐在观众席上 为的就是激活陈州所看到的所有数字和字母的暗示 最终陈州落入了沈亿的心理暗示陷阱 讽刺的是 明明陈州的技术无懈可击 却败在了沈亿这个技术盲的手里 而他一心想要践踏别人的生命登天成神 最后的结局却是坠落成尘 自此劣罪图鉴第一季完结撒话 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第二季元班人马回归